机器手柄装好以后和加水完毕以后 就可以进行开机测试 我看过开掉它这个灯会亮 然后可以把钥匙插到这个钥匙座里头 然后旋停机器按钮把它弹出来 然后进行开机 开机之前可以先把这个手柄放到这个耳边 它会有一到两秒的水流声 它这个水里头如果没有空气的话 它这个水流声自然就消失了 这个手柄有水流声 现在正常了 机器水流工作正常 进入这个界面以后 这个异光手柄有三个功能 有光子异光和OPP功能 然后激光手柄是在这个界面里头 射品就在它射品手柄里头 这个也叫拉皮枪 咱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光子 光子 这个仓数 这个已经设定好 就是每个功能的仓数 比如嫩夫呀 冲雪丝呀 这个仓数 都已经设定好 红毛 红毛 二 二 三 出场 出场都已经调好 这个1 1 皮肤比较黑 20 中挡 30 皮肤比较白 可以用这个9 17 28 39 这个能量 3 手脉从9 9 就已经调好 调好以后 就智能量 根据这个夏天和冬天不同 夏天可以调满它 冬天可以选择一半 或者是三个 7 然后就是在做的时候 逐渐从7往下调 最后调到10几 或者20以上 开始 先让它 集齐工作 点 预燃 充电 然后这个手柄 这个灯位点照状态 这个按钮 或者这个按钮 摁摁以后 它就会出光 好 连续两次 出光 出光就可以贴住皮肤进行操作 然后 在脱毛状态下 就可以给客户脱毛 然后就是暂停 这个界面 是脱毛的 如果你要选择其他功能的 可以点到其他功能 然后更换这个插片 来进行操作 返回 然后这是光子界面 如果到点进一光界面 一光界面以后 比那阿尔夫多一个 这个阿尔夫能量条 脉从宽度 多一个这个条 和多一个阿尔夫能量条 它的操作和光子 是一样的 点灯 好 这就开始 这就拿出手柄 可以给客户操作 它这个上光跟RF 跟光子是都差不多 就是多了一个RF功能 它是二合一的 上屏 这个这个一光就相当于这个光子 和这个射屏 这两块一起工作 好 咱们先看看OPT OPT是在这个光子的 光子的一种升级板 它是一种快速 快速上光状态 这是二 三 四 五 一 设置为一赫子 一秒一次 二是一秒两次 三是一秒三次 咱们点来看一下 点灯 那手边 摁住这个不要动 提示应过后以后 它就开始现在在一秒三次的状态内 说不定现在是一秒 一秒之内上三次 它就是快上功能 它就是提高效率 光子的快上功能 提高了光子的操作速度 好 回 而且 我用来做的 我用来提高它